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红楼梦》这本书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她便带了两个小丫头到一块山子石后头 翘问她二人道 自我去了 你席人姐姐打发人去 瞧秦文姐姐没有 这一个答道 打发宋妈瞧去了 我遇到 回来说什么 小丫头道 回来说 秦文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 今日早起 就闭了眼 住了口 事事不至 只有盗气的分儿了 只有盗气的分儿了 宝玉忙道 一夜叫的是谁 小丫头道 一夜叫的是娘 宝玉是累道 还叫谁 小丫头说 到没有听见叫别人了 宝玉道 你糊涂 想必没有听真 旁边那一个小丫头最伶俐 听宝玉如此说 便生来说 真个她糊涂 又向宝玉说 不但我听得真切 我还亲自偷着看取来着 宝玉听说 忙问 怎么又亲自看取 小丫头道 我想秦文姐姐 素日和别人不同 待我们极好 如今她虽受了委屈出去 我们不能别的法子救她 只亲去瞧瞧 也不枉素日疼我们一场 就是人知道了 回了太太 打我们一顿 也是愿受的 所以我拼着一顿打 偷着出去瞧了一瞧 谁知她平身为人聪明 至死不便 见我去了 便睁开眼拉我的手问 宝玉哪里去了 我告诉她了 她叹了一口气 说 不能见了 我就说 姐姐何不等一等 她回来见一面 她就笑道 你们不知道 我不是死 如今天上少了一个花神 玉皇爷叫我去管花儿 我如今在魏镇二课就上任去了 宝玉须得魏镇三课才到家 至少一刻儿的功夫 不能见面 世上凡有该死的人 燕王勾取了去 是差些个小鬼来拿她的婚儿 要延迟一时半刻 不过烧些吃 交些姜饭 那鬼只顾抢钱去了 该死的人就可爱摸些功夫 我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来请 哪里挨得时刻呢 我听了这话 竟不大信 急进来到屋里 留神看时 留神看时辰表 果然是魏镇二课 他咽了气 镇三课上就有人来叫我们 说你来了 宝玉忙道 你不认得字 所以不知道 这原事有的 不但花有一种花神 还有总花神 但他不知做总花神去了 还是单管一样花神 这丫头听了 一时周不来 恰好这是八月世界 园中池上芙蓉正开 这丫头便见景深情 忙达到 我已曾问她 是管什么花的神 告诉我们 日后也好供养的 她说 你只可告诉宝玉一人 除她之外 不可谢了天机 就告诉我说 她就是专管芙蓉花的 宝玉听了这话 不但不为惯 一且去悲深喜 便回过头来 看着那芙蓉笑道 此花也须得 这样一个人去主管 我就料定她那样的人 必有一番事业 自然超声苦喊 从此再不能相见了 免不得伤感思念 应有偶像 虽然临终未见 如今且去临前一半 也算尽着五六年的情意 想必 忙至屋里 正值摄月秋纹找来 宝玉又自穿戴了 只说去看黛玉 非一人出源 往前自 看望之处来 一位停就在内 谁知她歌嫂 见她一撅起 便回了进去 稀徒早些得几两 发送利盈 王夫人闻之 便命赏了十两银子 又命 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吧 女子闹死的 断不可留 她歌嫂听了这话 一面得盈 一面催人立刻入年 抬住城外化人场上去了 剩下的衣裳 沾环 约有三四百斤之数 她歌嫂自收了 为后日之计 二人将门锁上 一同送兵去了 一同送兵 一同送兵去了 宝玉走来 扑了一个空 站了半天 并无别法 只得附身进入园中 即回至房中 甚觉无味 因顺路来找黛玉 不在房里 问其何住 丫鬟们回说 往宝姑娘那里去了 宝玉又至恒无怨中 只见寂静无人 房内搬出 空空落落 不觉大吃一惊 才想起前日 仿佛听见宝钗要搬出去 只因这两日功可忙 就浑忘了 这时看见如此 才知道果然搬出 震了半天 因转念一想 不如还是和戏人私混 再与黛玉相伴 只这两三个人 只怕还是同死同归 想必 人往肖乡馆来 偏黛玉还未回来 正在不知所知 呼见王夫人的丫头 进来找她 说 老爷回来了 找你呢 又得了好题目了 快走 快走 宝玉听了 只得跟了出来 到王夫人屋里 他父亲已出去了 王夫人命人送宝玉 至书房内 彼时贾正 正与众木友们 谈论 寻书之甚 又说 临散事 胡谈及一事 醉事千古家谈 分流倦意 忠意感慨 八字皆备 倒是个好题目 大家要做一首晚事 众木兵听了 都请教 细合的妙事 贾正乃道 当日曾有一位王爵 封约横王 出镇青州 这横王醉习女色 且公于好舞 因选了许多美女 日习武士 令众美女学习 战功斗伐之事 内中有个 心灵杭似的 姿色 姿色 既佳 且武艺更精 皆互为 林四娘 恒王最得意 遂超波 林四娘 统侠 朱姬 又互为 威化将军 众倾可多称 妙极神奇 竟以威化 下家将军二子 反更觉 五妹风流 真觉是其文也 想这横王也是千古第一分流人物了 贾政笑道 这话自然如此 但更有可奇可叹之事 众倾客都经问道 不知底下有何等奇事 贾政道 谁知次年便有黄金智霉 一干流贼于岛 腹又何物 抢掠山左一带 横王亦为犬阳之辈 不足大举 因倾其尽角 不亦贼众 不亦贼众鬼 不亦贼众鬼 鬼诀 两战不胜 横王 虽被众贼所录 于是青州城内 文武官员 各个皆位 王上不胜 你我何为 虽将有献 臣之举 林四娘得闻凶性 遂聚集众女将 法令说道 你我皆向门王们 带天履地 不能抱其晚衣 今王继远生国坏 我亦亦当远生于下 而等友谊随者 既同我前往 无愿者 亦早自散去 众女将听她这样 都一起说愿意 于是林姑娘带领众人 连夜出城 直杀至贼营 里头众贼不防 也被斩杀了几个守贼 后来大家见识 不过几个女人 料不能济世 碎回歌倒兵 奋力一阵 把林四娘等一个 不曾留下 到做成了这 林四娘的一片忠心之志 后来报纸独钟 天字百官 无不叹息 想其朝中 自然又有人去剿灭 天兵一到 化为乌有 不必申论 只就林四娘一劫 众位听了 可陷不陷 可陷不可陷 众木有都叹道 实在可陷可期 时是个妙题 原该大家玩一玩 才是 说着早有人取了笔念 按贾政口中之言 稍加改译了几个字 便成了一篇短序 递给贾政看了 贾政道 不过如此 他们那里已有缘续 昨日应有奉恩之 灼茶和钱袋 以来因家宝奖 而一落未经奏情 可享人等 无论僧尼乞丐 女妇人等 有一事可嘉 即行贿送旅 立至礼部 被请恩奖 所以他这原序 也送往礼部去了 大家听了这新闻 所以都要做一首 微话词 微话词 以至其中意 众人听了 都又笑道 这原该如此 只是更可献者 本朝 皆细千古 未有之旷点 可谓 盛朝无缺事了 贾政点头道 正是 说话间 宝玉 贾桓 贾兰 聚起身来 看了题目 贾政 命他三人 各 调一首 谁先做成 者赏 加者 额外赏 贾桓 贾兰 二人 近日 当着许多人 皆做过 几手了 胆量 欲壮 今看了题目 所以自去思索 一时 贾兰先有了 贾桓 声孔落后 也就有了 二人皆已露出 宝玉 上次出神 贾政与众人 且看他二人的二手 贾兰的是一首 七言绝句 写道是 威化将军 林四娘 欲为 鸡骨 铁为肠 捐躯 自保 恒王后 此日 青州 土上香 众木兵 看了 便 皆大赞 小哥儿 十三岁的人 就如此 可知 家学 渊生 真不 无疑 贾政笑道 质子口角 也还难为他 又看贾桓的 是首 五言绿 写道是 红粉不知愁 将军 一为修 眼 提 黎秀木 报恨出青州 报恨出青州 自卫 愁王德 谁能 负抠仇 好提 忠义木 千古 毒风流 众人道 更加 到底 大几岁年纪 利益 又自不同 贾政道 倒还 不胜大错 忠不恳切 众人道 这就罢了 三爷 才大 多几岁 聚在 未观之时 如此 用心 作曲 再过几年 怕不是小软 怕不是大软小软了吗 贾政 笑道 过奖了 只是不肯读书的过失 英文宝玉 众人道 二爷 二爷细心 二爷细心 楼客 定诱是 风流 悲感 不同词 等了 得乐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